早在五月份的时候,当时的美国对于南海进行频繁的挑衅,尤其是美国的B52空架机已经数次抵击南海,非法创造我们的领海。 而当时,美国方面传出来的消息,让我们甚为震惊,美国的AIT新卦将在今年九月份正式完工。 所以当时美国方面传来消息说,美国将会派解幕战队前往台湾,要知道这是公然挑衅一个中国的原则,要知道已经长达四十年美国没有做出过这样出格的行为。 但是今年的美国似乎一而再而三地进行挑衅,而且挑衅程度一直在加强,美国传来要派遣陆战队的消息,可是引起了国人的极大贩虑。 毕竟这是公然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,美国真有这个胆量踏破四十年红线,当时这个言论后来逐渐不了了之。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轰架机继续闯入南海和东海,而在七月份,美国竟然公然让军舰穿越台湾海峡。 这显然是我们不能容忍的,毕竟触及到台湾问题,显然已经触及到了我们最敏感的神经,而美国还大言不惭地说本来穿越的是美国的航母。 直言后续会让那航母穿越,这显然是我们不能容忍的,而且美国直言将来会派遣航母穿越台湾海峡,而且还有可能让军舰停靠台湾。 显然是我们不容容忍的,7月29日,台湾绿媒体自由时报报道成,美国方面,日前向台湾的安全部门高层告知,9月AIT新冠正式开张后,美国将派陆战队进驻。 对于台湾媒体此时扑出这样的消息,说实话我们显然是不能接受的,毕竟这个传言已经很久了,如果不是说美国有意而为之, 显然也不会实时就传出美国打算派遣陆战队前往台湾的想法。 但是这一次,似乎美国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,反应的还是非常快,仅仅只过了三个小时,美国就传来了好消息,台湾媒体的报道,遭到了AIT否认。 AIT重申,新冠卫安做法与现行做法一样,否认美军陆战队进驻AIT一事。 所以,美国想要派遣陆战队前来,显然不会经意成形,而且四十年的红线,更不是想踏破就踏破的。 对于台湾媒此次曝出的这条信息,即便美国当即否认,但是也改不了美国的本性,如果真的派遣陆战队入台。 对于我们来说,显然不能容忍美国太破四十年红线,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让美国的陆战队有来无回,毕竟这是美国公然侵犯我国主权,其实真的打起来,美国即便把航母都拉来,说实话也于是无补。 毕竟我们单单把火箭军拉出来,美国的航母根本不敢靠近,而且这是要让我们提前解决收复宝岛,希望美国好自为之。 不要再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,若真的公然违反一个中国政策,更是对中国奇门踏户,这显然是我们不能容忍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